政治话题来关心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昨天晚上借用立法院会议室被民进党立委郑运鹏抓包 认为国民党在非规定的时间内占用立法院的会议室开基层会议 还让立法院工作人员加烦到八九点怒呛根本是党国不分公企私用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否认有公企私用的问题是依法借用场地来开会 只要合法使用都没问题 党主席江启成也表示一切都有按正常的程序来申请 对此立法院秘书长林志佳表示未来会加强管控 也会对于在立院负责出界的相关人员进行惩处 晚上八点多许多人陆陆续续拿着餐盒从会议室走出来 往里头一看布条写着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基层干部工作研讨会 但这里其实是立法院 这个如果讲的难听贼姓不改 占领议场不给开会 那更遗憾是晚上占领会议室自己开会 把国家当你家 立委质疑国民党白天背个愿会 晚上脱开党部会议 痛批是党国不分公企私用 不过兰赢也有话要说 强硬回呛说过去也会透过党籍议员按规定申请台北市议会 只是想使用国会其实有更严格规定 小租借立法院会议是一半都得由委员亲自来申请并亲自主持之外 也明定了如果是假日或者是平常日的早上八点以前 已经晚间的六点以后都是不能开放的 赖世保委员他是向我们借说是要办公听会 他这样是违反了我们那个租借陈储的处理 时间点不恰当租借民意也由公听会变工作研讨会违反了规定 怪的是网络上也没有栏尾的租借记录 管理恐怕出现漏洞 立法院未来也得加强管控 记者台北报道